導演的部分 大家都知道他是非常公認的影壇之星 保羅索倫提諾 可不可以請彥托幫我們介紹一下導演 索倫提諾他今年43歲 那麼他本身其實是 他不是羅馬人 他是拿破裏人 很有趣的是他因為拍了絕美之城 得了很多獎 最後還得到奧斯卡 最佳外語片之後 羅馬就頒給他一個榮譽市民的鑰匙 等於是稱讚他說 對於羅馬這座城市的美麗與哀愁 他他幾乎是比土生土長的羅馬人 還要更瞭解這樣子 那很有趣的是 你如果去搜尋一些這個導演的照片 我看他的一些出席手印 或者是他所拍的照片 你會覺得他是一個看起來 蠻不苟言笑的 蠻有距離的距離感的一個人 他自己講過說 他說我是一個很serious 我是一個很嚴肅很認真的 所以我從來都不用像推特的那種東西 那他對於他自己說過說 他對於這部電影會大受歡迎 他其實是蠻意外的 他覺得這明明就是一個很小眾的題材 而且他本身也還蠻深奧難懂的 那但是的確事實上 他是一個也還算蠻年輕的導演 他的作品沒有很多 但是一直以來都相當受到矚目 那他過去的作品 包括有一部叫做愛無忌憚 有一部叫做家族朋友 那還有像去年他的第一部他拍的英文片 是跟西恩潘合作 那那部電影我記得去年 臺灣應該也有影展有上映 那部片叫做重金搖滾男的奇異旅程之類的 那麼他一直以來像他在砍城影展也都受到相當大的矚目 那他曾經入圍過金鐘旅的正式競賽 那他也曾經拿過評審獎這樣子 所以一直以來的成就的確是都有被銀潭看到 那他自己對於絕美之城這部電影 他的說法是說其實片中的男主角對於民流社會 對於這些party對於生活 或是對於人生的這一些他所看的眼光 或者是他的一些思考跟感嘆 其實就是導演他自己的一個就是他本人的想法 他就是把他自己的想法把他投射到 把他放到這個角色的身上去 那他曾經形容說這個男主角在片中 不管是過著日志夜夜的這些燈紅酒綠的生活 然後或者他在參加party的時候 他覺得他的日子並不是一個往前走去的直線 而是他覺得他其實是一個漂浮 他自己說這是一個floating的狀態 他覺得他是漂浮在這樣的生活浮華生活的上空 然後徬徨著不曉得該該往哪個方向去 那另外他對於這部電影他也說到說他覺得他不只是在拍人生 他也是想要藉此去講羅馬這座城市 或甚至是意大利這個國家 他覺得這個國家已經來到一個 不做出一些改變不行了的階段 那麼也包括像譬如在片子的後段 他藉由一個有點像先知的角色在跟人家對話的時候 人家問他說聽說你每天都只吃那個草根 只吃一點點草根過日子 那為什麼你要怎麼做 那他就那一個那位老者那位智者 他就回答說因為根本是最重要的 所以像這種帶帶著一點哲理的話 那包括他認為說這個國家一個國家應該要不能放 不能放掉他最核心的傳統的價值 但同時沿著現在的路再繼續走下去的話 這個國家必定會衰亡 所以一定要再找到新的方向 我想像這樣的焦慮是對於現在的我們台灣觀眾而言 應該是蠻能夠體會的才對 絕美之城的意大利文的原意其實就是巨大的美麗 我們剛剛也不斷的說他就是 其實也有像的羅馬古城致敬 那彥拓自己呢 自己看了絕美之城有什麼樣子的心得或想法 片名的題目要說的是一個巨大的美麗 但是似乎前面就剛剛的說法 這部電影不斷的在否認這一個美麗所帶給人生 其實不是人生的意義本身 但是我想這部電影到了最後面 其實導演他依然是有要讓這個主角 他去意識到他生命中真正值得的巨大的美麗是什麼 那我所看到的 我覺得大概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他到後來 他其實回想起 他覺得他生命中最巨大的美麗 就是他的初戀 就是他初戀的 最早的那個初戀情人 那個美麗的女孩子的那個樣貌 所以其實藉由回憶起記憶中最美好的那一點 他所想要講的也許是當當我們在在經歷初戀的時候 那是一個你的生命突然開展出一個無限的可能性 那你突然覺得充滿了希望的那一種生命裡面最美好的一刻 但是在那之後呢 也許對主角來說 他的人生就開始一路都只有走下坡而已 所以那一種 包括無限的可能性所開展出來的震撼 跟後面 一個悲劇宿命式的你必定要往下墜落的那個對照 這兩者之間 也許也就是他的一個巨大的美麗的一個感覺 那另外呢也包括像在這部電影裡面 你會看到幾乎是沒有年輕人的角色 那唯一一個屬於 唯一一個女配角 他算是主角的晚輩 但是呢他也已經是一個四十幾歲的 已經在在惋惜他的青春 或者是在焦慮他的青春 沒有辦法把握住的那樣的一個人 所以你可以發現這整部電影裡面 幾乎是沒有年輕人的 那這其實也反映到 包括像義大利這個國家 或者我相信世界上很多地方 比較非都市的地方 其實都有這樣的一個焦慮 就是年輕人不斷地離開 那麼這座城市呢 他即使非常美麗 但是因為你沒有年輕人存在 你就失去了那種剛剛說的可能性 或者是一個未知的未來 所以呢對這樣的地方而言 那個巨大的美麗 注定就只是一個你能夠去緬懷的東西 那另外除了這個初戀這一點 我想在電影最後面 也有某一個場景 是藉由一個有點魔幻寫實的一個風景 一個畫面 去讓主角感受到一個 真正被他震撼的一個美麗的東西 那那個畫面 其實我覺得是有點 要導向宗教的一個意願 那麼我想不論那樣的場景 他究竟他真的是一個神機呢 還是他其實只是一個帶給信仰的人的一個幻覺 但我想他想要說的是對信仰者而言 你在某些某些生命中的場合 你所感受到的那一種信仰帶給你的巨大的震撼 那個震撼就是一種美麗 要追求一種超越的那種場面 我相信這也是導演他所想要講的 所謂的一個巨大的美麗 那也許像這部分說不定真的有宗教悲女的人來看 會更能夠有所體會 那今天非常感謝燕拓幫我們介紹絕美之城 謝謝燕拓 謝謝 Ice Ark 的 天啊 呃 還是